哎哟 那My View 哦 装 LED 灯真的是美 你的车有吗 讲到好像你的车有这样 哎 这个你就不懂了 因为接下来 大家看下去 鲁树灯泡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黄灯 其实它的使用寿命是蛮短的 而且随着世界变变 它会越来越暗 越来越暗 也就影响到你夜间行车的视线 我的这台车子的原装鲁树灯泡我已经用了五年多 它其实已经是暗到一个程度 是我有时晚上开车的时候是看不到路了 就好比我的人生 因此我决定这一次一不做二不休 我直接为它升级 LED 灯泡 那其实对于灯泡这个东西 我本身是很讲究它的质量啊 我觉得最少要够稳定 因为这种影响到安全的东西还是不要乱来比较好 所以我选择了什么呢 来自德国的 Narva LED 灯泡 这个品牌是德国的一个大厂来的 它有几个卖点 首先它的体积小巧 而且容易安装 大部分的车子基本上都是一个 Plug and Play 的状态 你不需要什么 Balance 还是需要换电量的 Converter 之类的 这也就意味着它没有灯源光源不稳定的问题 没有这些东西也就意味着电压稳定一点 而且它有内建电板 你的车如果是比较老了 电压比较不稳定的话呢 它来电大一点它就亮一点 来电小一点它就暗一点 并不会随便烧掉 听到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安心了一点 那重点是 这个灯泡它宣称能够适用于像我车这一种 Reflector 头灯也就是反光镜设计的头灯 因为它自在切割线 所以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啊 它并不会对这个对象的车辆造成任何的影响 是不是真的这样咧 我们现在就安装来看看好不好 不过咧 我的车就比较特别了 因为它的这个灯角是有Sensor的 所以我换上这个LED的话 因为电压不同的关系 它就会出这个Aerror Code两灯 所以我的车其实是需要另外加装这个东西 叫Can Bus 的东西 加了这个东西 我再装上LED灯泡过后呢 它就不会有这个Aerror Code的问题出现 不过咧 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很方便 都是一个Plug & Play的设计 我要做的就只是把它的这个头 接去我原装的灯角 然后它另外端的这个角呢 再接上这一个LED灯泡 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再把这个锁回进我的大灯里面就可以了 好啦 现在就直接示范给大家看我要怎样装这个灯 把盖转紧 OK 搞定 其实换灯泡就这样简单而已 只要把这个灯泡锁上去 然后再把这个盖 盖紧 检查好 make sure 全部都在对的位置 就这样而已 这一次我除了换这个大灯的灯泡以外 其实我连我的小灯 俗称T10的灯泡我也换成了 是一个 哇 这带音效啊 那我觉得这跟Aerror Code的LED灯泡 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T10上方 是有一个磨砂的灯帽设计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 其实这个LED它的灯光 是直射出来 就是比较简单 倒立的 那有了这个磨砂的帽子呢 它就能做到像鲁树灯泡这样子 就是比较打闪 然后比较柔和的一个灯光 那你的这个灯壳呢 它的这个灯光就比较均匀一点 比较好看 所以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看效果 哇 这个效果好像真的是很好哦 那不想安装LED灯泡的朋友们 其实Nava它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这个RP150系列 它是一个普通的鲁树灯泡 可是它比普通鲁树灯泡 还要亮出了150%那么多 也就是说你夜间行车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更远 那为了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LED灯泡还有这个RP150的差别 我带来了我朋友的同款车子 直接装车 看效果 看了效果是不是很心动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很值得推荐 因为效果好 稳定性高 然后又有质量 重点是它的价钱很清明 而且重点是 Cinex Auto2U还有做Promotion 凡是如我们的这个Promo Code 你购买这个LED灯泡 还有就是那个RP150的鲁树灯泡 就可以享有25%的折扣 而且不止如此 它还另外加送你东西 凡买一对的LED灯泡 你就可以获得免费的一对T10灯泡 买两对另外再加送你免费的处理剂 至于买RP150鲁树灯泡的朋友们呢 你也可以获得免费的挡风玻璃清洁剂 价值$47.50 而这个我个人相当推荐的T10灯泡呢 一对只要$40 买两对的话呢 只要$50 是不是很逮的咧 而且这个T10灯泡其实用途蛮广的 除了可以装小灯 你还可以装在转向灯 车牌灯 倒退灯 还有你的室内灯等等等等的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LED灯泡 因为有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安全帽 因此它的这个灯光相当的柔和 我个人是蛮推荐的 而且想要找原装鲁树灯泡的朋友们 Auto2U也有卖 想要知道价格的话 可以前往这个网站查询 哇又有折扣又送那么多东西 我觉得真的是千载难逢啦 那这个优惠期啊 从现在开始 直到11月7日就结束了 所以要买到朋友们 赶快哦 而且喜马的朋友们 还免油 是不是很值得咧 赶快下单啦 好啦今天的这个 安装灯泡分享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关于这方面大家有什么问题 又或者是什么故事想要分享的话 欢迎在下方踊跃发言 我是小明 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记得给个赞 还有就是分享出去 当然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